中秋節馬上就要到了很多民眾 都會收到中秋禮盒應該是很開心 不過住在高雄市的蔡太太卻是尖叫連連 原來她打開禮盒竟然發現 這上頭好多隻的黑螞蟻在鳳梨酥上爬啊爬 她說真的太噁心了 不過很奇怪的是 這一整盒都是密封包裝的鳳梨酥 單單只有這麼一顆爬滿了螞蟻 業者做出回應 就說呢應該是在運送的過程當中 這包裝破損導致的 他們將和物流公司來溝通 也會加強中央廚房的品管 確保產品品質 好可怕啊 好大的螞蟻喔 這個是我們剛收到的禮盒 一收到打開裡面全部都是螞蟻 民眾嚇得直尖叫 因為才剛打開的鳳梨酥 裡頭竟然布滿了一隻一隻的黑螞蟻 誇張的是還在鳳梨酥上爬啊爬 我們看到 全部全部 啊 太可怕了 好多這塊全部都是 收到朋友送的中秋禮盒應該很開心 沒想到一打開卻經見螞蟻加料 怪的是一整盒只有這一塊爬滿螞蟻 其他卻完好無缺 其他的這個就是這麼美 家住高雄市的蔡太太九月初收到朋友送的中秋禮盒 左邊是正常的鳳梨酥 黃澄澄看起來超美味 但右邊的卻爬滿螞蟻 讓民眾直呼 好噁心 可能在運送當中它可能有破損 那我們存放在常溫的一個狀態環境裡面而造成的 我們會加強在物流配送這個環節 那請廠商這邊再更加注意 店家表示鳳梨酥禮盒都是蜜蜂包裝 很有可能是運送時碰撞讓包裝破損 將會與物流公司協調 也會加強中央廚房的品管 確保食品品質 中天神蔡霜即將信仰高雄報導